这样厉害的宝宝你肯定没见过 一激动就能变成火人 眼睛还会发射激光 再生气就会变成小恶魔 牙齿锋利无人能敌 他也不用拔出毫毛就能变出无数个分身 还能无视自通的学会变身 这个可怕的宝宝正是超人强哥家的三儿子 像这种难搞的宝宝 强哥家还有两个 自从强哥跟谈利女超人历姐结婚后 生了三个孩子 就连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要带着娃 这次的坏人十分猖狂 他用钻地机将地下掏空 再用炸药爆炸让银行沉入地下 坏人用巨型吸尘器搬运银行里的钱 好在强哥及时赶到 强哥与坏人缠斗的时候 毁坏了大钻地机的控制台 钻地机即将失控 坏人一看不好 马上逃之夭夭 强哥来不及追坏人 因为失控的大钻地机 已经开始了疯狂挖掘模式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从地下钻到地上 在街道上红冲直撞 眼看就要与地铁撞上 还好酷兵侠及时出现 改变了地铁的轨道 救下一车人 而强哥和丽姐则拼命阻止钻地机 他们进入钻地机内部 毁坏了他的动力装置 钻地机才在撞上 政府大楼的前一秒停了下来 这场灾难被超人一家成功阻止 可超人一家却被政府抓了起来 官员指责超人一家帮倒忙 他们既没有阻止坏人抢银行 也没有抓住坏人夺回赃款 要是没有他们出来捣乱 钻地机就不会失控 城市也不至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 政府官员借着惩罚强哥一家人的机会 停掉了对所有超人的援助 现在强哥他们要想活下去 就必须又要找工作了 晚上强哥和丽姐发出 要找个什么工作养家糊口 突然酷兵侠出现了 他带着强哥夫妻去见了一个 大财团的总裁阿文和总裁妹妹阿琳 这兄妹俩都十分崇拜超人 他们觉得超人之所以被人误解 就是因为平时战斗宣传的太少 人们对超人做的事情并不了解 所以阿文决定包装超能明星 在超人胸前安装摄像头 让大家看看他们是如何执行任务的 阿文查阅了超人们以前的活动数据 丽姐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阿文决定第一个包装丽姐 为不要诚意 阿文将自己的别墅让给强哥一家住 还为丽姐打造了新装备和新战车 丽姐跟着阿文去了新城区惩奸除恶 强哥只能留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 早晨强哥给孩子们准备早餐 送孩子们上学 晚上强哥要哄小姐睡觉 还要帮小飞辅导功课 在小杰第N次从婴儿床里爬起来的时候 强哥终于撑不下去睡着了 小杰正看电视 发现一只浣熊偷了鸡腿这样往外跑 小杰一激动就穿枪而出 一把抢下鸡腿丢到垃圾桶里 还用意念将桶盖盖上了 浣熊气得与小杰打了起来 这一战打开了小杰的超能开关 他竟然变成了火人 靠近他的东西全都被点燃了 随后小杰的眼中又射出了激光 把同志的散架轻松切断 这时候外面的吵闹声吵醒了强哥 强哥赶紧走出来一把抱起小杰 去不了小杰多了好多分身 终于把浣熊吓跑 强哥也发现小杰有超能力 他本来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丽姐 谁知电话刚一打通 丽姐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白天的壮举 白天的时候 城市里的新型磁悬浮列车 在首次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 丽姐历尽千难万险 终于追上了急迟的列车 用自己的身体变成减速伞 终于在列车出轨的前一秒 将列车停住了 而丽姐发现驾驶员已经被催眠了 列车屏幕上出现一行字 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平霸的人 在幕后操控的 经过这次紧急营救 丽姐火了 丽姐应邀参加了电视访谈 却不了在采访的时候 所有盯着屏幕看的人 都被平霸催眠了 平霸表示 他要劫持国家大使乘坐的直升机 丽姐不敢耽搁 赶紧跳上了大使所在的直升机 他害怕平霸的催眠攻击 于是砸碎了直升机里的所有屏幕 然后亲自驾驶飞机 在飞机坠毁前 将大使救了出来 救了大使以后 丽姐在群众中间的声望更大了 连大使都发表了关于超人的演讲 超人合法化的风潮 已经在世界各地蔓延 阿文十分高兴 他要将全世界的超人和领导人 都邀请到船上召开峰会 进一步促进超人合法化进程 可是丽姐现在最在意的 就是如何找到平霸 阿文的妹妹阿林愿意帮助丽姐 共同对付平霸 他们故意大量播放超人新闻 终于将平霸引了出来 平霸用电波将自己的形象 投放到电视屏幕上 丽姐就利用阿林提供的仪器 追查平霸的具体位置 终于 丽姐找到了平霸 她与平霸搏斗 平霸一看不是丽姐的对手扭头就跑 顺手将实验室的定时炸弹启动了 丽姐在后面紧追不舍 终于 她抓住了平霸 然而平霸的实验室里的证据 也被定时炸弹毁了 超人峰会开始了 全世界的超人齐聚一堂 可丽姐总心不在焉 她总觉得事情顺利的不对劲 她跟阿林反复查看 自己抓平霸的视频 发现平霸家里居然能看到 自己胸前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既然平霸知道她要去 为什么还如此容易的被抓住 除非 她是故意被抓的 丽姐看着平霸的头套 突然意识到 扩取这个平霸是假的 真的平霸通过头套上的眼睛催眠了她 从而让她做出这种行为 阿林突然起身 将那个眼睛盖在丽姐眼睛上 丽姐顿时被催眠了 原来阿林才是真正的平霸 她痛恨超人 因为她和阿文的父亲 一直对超人非常崇拜 所以当强盗闯进家门的时候 她的父亲没有躲起来 而是打电话给各个超人 可超人们谁都没接电话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政府 刚刚宣布禁止使用超能力 所以超人们都躲起来了 父亲没能等来超人的营救 被强盗杀死了 所以阿林痛恨超人 现在她就要利用力竭 对全世界的所有超人 展开报复 另一边 强哥在家带孩子十分艰难 小飞在电视上发现 强哥以前开的超人战车 被卖掉了 她拿出遥控器 发现就算距离很远 也能遥控车子 强哥被三个孩子 折磨得心力焦脆 尤其是小杰的超能力 更是折磨人 无奈 强哥只好求助 服装设计师眼镜婶 眼镜婶对小杰的超能力 十分感兴趣 答应帮强哥照看一天孩子 强哥在家睡了个好觉 等他去眼镜婶家里 接小杰的时候 眼镜婶给他了一个惊喜 他帮小杰做了一套超人服 这套衣服 可以完美配合 他的所有超能力 还能控制超能力的破坏力 有了这件衣服 小杰的超能力 就能收放自如了 不久后 强哥突然接到阿琳的电话 他说利姐出事了 让强哥赶紧来船上救援 强哥离开前 拜托酷兵侠 来家里照顾孩子 强哥不知道的是 他刚已上船 就被利姐戴上了催眠眼镜 他也被阿琳控制了 而强哥刚走 一群被阿琳催眠的超人 就上门了 他们准备抓走三个孩子 这时候 酷兵侠赶到了 他将门外的超人们冻僵 带着孩子们逃跑 小飞拿着强哥的汽车遥控器 悄悄按下按钮 车子将买在的墙壁炸穿 飞速赶来救援 酷兵侠带着孩子们拼命逃跑 可双拳难敌四手 酷兵侠还是被扣上了催眠眼镜 小倩意识到 自己的父母很可能 跟刚才出现的超人一样 被坏人控制了 他们要去拯救父母 姐弟三人开车来到海边 发现船已经开走了 好在超人车还能变成快艇 姐弟三人风驰电车 追上了前面的大船 利用车的弹射装置 姐弟三人成功登上大船 小倩让两个弟弟耐心等待 自己隐身去找爸爸妈妈 可小杰就是不省心呢 他一转眼就溜到船上的大厅里 引起了空间女超人的注意 女超人来走廊里寻找可疑人 小倩摆脱了女超人的攻击 在走廊里遇到小飞 于是姐弟俩一起寻找小鞋 此时各国的领导人和超人们 正齐聚在船上的会议室 在世界各地人们的注视下 大家签署了国际超人协定 这是能恢复超人身份的重要文件 文件签署完成 阿文组织大家合影 然而此时 屏幕突然被屏霸控制 在场所有人都被催眠了 超人们开始对着电视屏幕 说出可怕的言论 他们恐吓民众 甚至摧毁了直播设备 在屏幕后的阿琳十分开心 她成功地毁坏了超人的名声 这只是第一步 接着 阿琳指挥强哥丽姐和酷冰霞 来到船的驾驶室 让他们开船朝着不远处的城市撞过去 随后毁掉了船的所有驾驶设备 这是阿琳的第二步 毁掉超人 再以超人的名义 毁掉这座城市 然而就在这时 小杰闯进了驾驶室 扑到妈妈丽姐的怀里 还用超能力摘掉了催眠眼镜 这下丽姐恢复了意识 她赶紧用超能力 快速地摘掉了 强哥和酷冰霞的眼镜 强哥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离开 其他被催眠的超人就打了进来 这危机时刻 小杰爆发了 他变成小怪物 咬得其他超人毫无还手之力 再经过强哥一家人的紧密配合 终于将在场所有的超人的催眠眼镜 都成功摘掉 阿琳一看大势一去 赶紧带着哥哥阿文坐上飞机 准备逃跑 阿文听说一切都是妹妹阿琳搞的鬼 她十分生气 她是真心实意想帮助超人 不允许自己的好意行为 成为妹妹作恶的帮凶 她毅然跳下飞机 回到了船上 砸烂了催眠人的大屏幕 让各国首脑们恢复神志 组织大家逃命 与此同时 超人们分工合作 丽姐和空间女超人去追赶阿琳 其他人阻止船撞上陆地 丽姐在空间女超人的帮助下上了飞机 阿琳戴上氧气面罩 将飞机快速提升高度 丽姐因为缺氧 站都站不稳了 阿琳以为丽姐没了战斗力 毫无防备走过去跟她说话 丽姐突然打碎了飞机玻璃 阿琳被空气吸了出去 丽姐也赶紧跳出飞机 在空中抓住了阿琳 两人连滚带爬 落在了船上 另一边 酷冰侠将海水冻结 减慢船的速度 强哥想去引擎室关闭引擎 可引擎室被铁管封死了 眼看船就要撞上城市 强哥跳到水下 改变了船舵的方向 船头终于慢慢开始转向 可一切都太晚了 城市近在眼前 就在船即将撞上城市的一刹那 酷冰侠将大量海水冻成冰块 船撞在冰上停了下来 城市这才得以保住 而大反派阿琳也被抓了 最后由于超人的撞举 拯救了一座城市的人 他们再次成为了全世界的英雄 经过政府批准 超人正式合法化 强哥一家人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恶扬善了